肺炎梅浆菌是典型的 肺炎梅浆菌是非典型肺炎常见之一 提醒您如果您有接触小朋友长期的咳嗽 或者是在呼吸道感染治疗效果不佳的状况之下 请您记得与您的医师讨论 是否要考虑肺炎梅浆菌感染的可能性 及早使用适当的抗生素 请记得依照医师的医嘱完成整个的疗程 平时请记得多戴口罩 请洗手 避免再次的感染肺炎梅浆菌 肺炎梅浆菌目前没有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 只有靠大家平日多戴口罩 请洗手才能有效的预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